全球最大的跨國三對三聯盟 3X3.1XC聯盟賽第三屆賽事 即將在6月4日正式登場 會計全台共13支隊伍參加 而今年賽事也跟前兩屆一樣 會在全台各地的知名地標進行巡迴賽 例如南訪夢時代 高雄博爾特區等等 不僅能讓選手體驗 不同於室內籃球的場地氣氛 也能藉由各個經典的知名度 吸引原本沒有接觸籃球的民眾 一同感受這項運動的熱血精神 2020董京奧運 首次納入比賽項目 也在台灣掀起風潮 許多好手相繼崛起 也為台灣籃壇增添風采 接觸三對三籃球十餘年 現在效率與泰南Duke野獸的張里志 也表示非常開心可以看到 也越來越多人關心三對三籃球 我們是希望能夠不只是以球員跟球隊的身份參與 也能當一個推廣者的角色 因為他能夠支持台灣更多的運動員有去國外挑戰 或是去嘗試自己的機會 有更多喜歡打球的人能夠透過這方式去展現自己 我覺得是一個蠻特別的事情 除了3X3 EXE聯盟賽 另外一項三對三勝會 FIVA三對三挑戰賽也即將在10月與台南登場 作為FIVA三對三賽事等級第九 僅次於奧運以及大師賽的世界級勝貴 也吸引許多國內外禁女前來參賽 主辦單位也希望能夠透過這場國際賽事 讓更多人能夠看見台灣 我要提供台採訪報導